万门大学的同学们大家好 咱们接着来学习第八奖 金融资产的减值 咱们第二节还是要讲金融资产减值的问题 这一节主要讲是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的相关的事项 好 咱们来看一看 说这个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损失的计量 在发生减值的时候 咱们要即使该金融资产没有终止确认 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因供应价值下降形成的累计损失 也应当予以转出计入当期损益 这个讲的是说 我们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期间 因为它供应价值变动 我们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金额 要在确认减值的这个时点 从其他的综合收益转出 转入资产减值损失 这个当期损益 指的就是资产减值损失 那咱们看到 说这个具体的账务处理 借方资产减值损失 代方叫其他综合收益 这个表达的是从其他综合收益中 转出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的损失的金额 同时再有差额 代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供应价值变动 这个大家要注意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减值 在咱们筑块的考试中 是不通过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这个科目去核算的 咱们筑块里就没有这个科目 不存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没有这个科目 那我们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减值 怎么办呢 就通过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二级科目 供应价值变动来体现 所以这个分录 也可以写成这样一个 也可以把它拆成两个 两个就是说 一个是借资产减值损失 带其他综合收益 体现的是把其他综合收益里的累计损失 转出 转到资产减值损失里去 并且我们再做一个分录 是借资产减值损失 带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供应价值变动 这个真正体现的是 这一期的期末和上一期期末 两期之间差额发生的减值的金额 这是我们分两个分录去确认也是可以的 好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事儿 说的是外币金融资产 说外币金融资产发生减值 核心原则是尽量减少折酸次数 以求是减少误差 那怎么理解这个 尽量减少折酸次数 咱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 说首先第一步 外币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值 就是把这个外币 金融资产每期期末的现金流量 乘以外币的折现力 再给它加总起来 就是分期折现 折现之后加总 作为外币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值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 记账本位币反映的限值 就是外币 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值 乘以资产负债表日的G期汇率 咱们会注意到 这个地方的G期汇率就用一次 就相当于说 我们从外币到本位币的汇兑 只用这一次 所以这个就体现说 尽量减小误差 就是上面说的这个 尽量减少这个折酸次数 减小误差 第三步 说这个减值损失 那具体怎么确认呢 就是说外币金融资产 以记账本位币 反映的占倍价值 就是本身 外币金融资产有一个 咱们用这个 记账本位币 反映的占倍价值 因为我们在这个 每个资产负债表日 要猎报 这个肯定要求是用 本位币猎报 所以这有一个 本位币的账倍价值 减去 记账本位币 反映的限值 记账本位币 反映的限值 就是咱们第二步 算的这个限值 记账本位币 反映的限值 这个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外币金融资产 计算减值的一个整体的思路 当然这个我们后面 还有一讲的内容 是专门要讲到这个 外币宝折算的 我们当那个地方 还会再展开 谈到这个问题 好 那我们接下来 看一个例题 例题说 2005年1月1日 ABC公司按面值 从债券的2G市场 购入M公司发行的债券 1万张 就是1万份 每张面值100元 票面利率3% 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这又是一个可供出售的债务工具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2005年12月31日 该债券的市场价格为 每张100元 好 我们再看 2006年 说M公司因 投资决策失误 发生严重财务困难 但仍可支付该债券 当年的票面利息 2006年的年末 12月31日 说开债券的供应价值 下降为每张80元 ABC公司预计 说如果M公司不采取措施 那该债券的供应价值 还要持续下跌 这就涉及到减值的问题了 那好 接下来咱们看到 说2007年 M公司调整了产品的结构 并整合其他资源 使上年发生的财务困难大为好转 这个在咱们做题的过程中 体现的就是咱们 可能有减值的转回的问题了 那说在2007年的末 开债券的供应价值 已上升至每张95元 假定ABC公司 出使确认开债券时 计算确定的债券 实际利率为3% 其实这还是有的一点可以跟大家说一说的 就是说如果一个债券 我们就是按它的面值买回来 它面值100 我们就负100 这样的情况下 那票面利息 或者叫票面利率 就是我们的实际利率 那当然 在这样的情况下 它的票面利息 那就是我们的实际利息 等于就是不存在这个利息调整了 这个题目是为了简便大家的计算 所以它这么安排 说并且不考虑其他因素 则ABC公司有关的账务处理如下 我们看一看 它ABC公司账务处理 2005年1月1日是购入这个债券 那借口出售金融资产成本 是100万元 代方延安存款100万 这个就是按债券的面值买进来吗 没有任何的这个费用 也不存在差额调整的问题 2005年的年末 确认利息供应价值变动 说那应收利息是3万元 因为我们的面值是100 然后我们的票面利率是3% 并且我们买了1万份 这个就是3万元 然后投资收益也是3万元 所以就说如果我们的这个票面利息和我们实际利息相等 那就不存在这个调整利息调整的问题 同时我们收到了这个3万 借银行存款3万 代方应收利息3万 说债券的供业价值变动为零 因为本身是叫做100元面值 但是我们在这个2005年的年末 还是100元面值 所以那就不存在供应价值变动的问题 所以也没有账务处理 2006年的年末 确认利息收入即减值损失 那我们利息收入还是正常的确认3万 并且我们把这个3万是收到了 借银行存款3万 代这个应收利息3万 那我们所谓讲减值损失的问题 这个地方大家就要看一看了 这个减值损失 我们本身的占名价值是100万元 但是我们发生了减值 减值的时候 每一张的票面减值到了80 所以我们是100万减80万 减值损失发生的是20万元 并且这个地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它的减值是通过供业价值变动 科目核算 没有减值准备 是通过供业价值变动科目核算 好 说由于开债卷的供业价值预期会持续下跌 说ABC公司应确认这个减值损失 应当确认这个减值损失 好 在这样的情况下 说2007年的年末 说我们还要确认利息及这个减值损失的转回的问题 那我们看到 说应确认的利息收入 我们说到利息收入 那就涉及到贪余成本和实际利率 相乘是利息收入 我们先看贪余成本怎么确定 2007年末的贪余成本 应该用2007年7初的贪余成本 减去发生的减值损失 乘以我们的这个实际的利率3% 那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期出贪余成本是100万元 发生的减值损失是20万 等于我们是80万 80万乘以3% 我们应该确认的利息收入是24000 我们在确认利息收入24000的情况下 那我们还是借应收利息是3万 我们投资收益24000 这个时候就存在差额 差额是口供出售金融资产利息调整 是调整了6000 而且这个利息调整 就是由于上一步 既提了这个资产减值损失导致的 好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收了这个3万的利息 借银行存款带这个应收利息 好 接下来看到 说在资产损失转回前 就是资产减值准备的转回前 说那开债券的 参与成本是100万 减这个20万 20万是既提的这个 减值准备 再减6000 是前面的利息调整 那它的贪予成本 是79万4000 这是在资产减值损失转回前 债券的参与成本 那在2007年的年末 开债券的供允价值上升到了95万元 这个时候说应转回的金额 那就是59万减去这个79万4000 等于15万6000 并且这个地方 大家注意到 转回以后的金额95万 不大于在这个转回日 如果没计题减值准备的 贪予成本100万 所以这个地方是满足的 我们计题的这个 减值准备 转回的金额就是15万6000 那我们也是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供业价值变动15万6000 再方这个资产减值损失15万6000 因为这个是可供出售的债务工具 所以转回还是通过损益转回 这个没有问题 那我们这个例题讲完 这一节的内容就结束 好 谢谢大家